《華爾街日報》5號報導 美國官員是已擔心 全美各地港口使用的中國產巨型起重機 可能在眾目睽睽之下為北京執行間諜任務 這些起重機由中國製造商鎮華重工生產 雖然製造精良價格低廉 但但有複雜的傳感器 能夠登記和跟蹤集裝箱的來源和目的地 這讓美方擔心 中共可能利用其獲取有關情報 瞭解與美國軍事相關的物資流通信息 美國前反間諜官員艾維妮娜說 這些起重機還可以為想要擾亂貨物流通的人 提供遠程訪問的途徑 她表示 這種起重機可能成為新的華為 它將間諜活動與合法業務進行了完美結合 美國國家安全部門和五角大樓的官員 也將這種起重機比作特洛伊木馬 近年來 美國官員指出 中國製造的一系列設備 都可能幫助中共對美國進行監視或破壞活動 包括行李檢查系統以及電力變壓器 新唐電視台記者 顏書綜合報導